问题 老师那个二十四节 来我们看二十四节 好二十四节怎么样 二十四节这个就是 they you call on 还有那个咱们原来所讲的 那个就是 cry out 还有那个笑的 它几个的区别 这个不也是 就是呼叫嘛 call on 还有cry out 也是大声呼叫 然后笑的也是喊叫 OK好 shout OK sert out right shout call on 好 还有什么东西 cry out cry out 好 这个先讲 这里面 shout 有没有问题 shout 什么叫shout shout 对不对 可是叫什么不一定 对不对 它不是没有一个目的性说 叫什么东西 或叫什么事情 或叫什么事情 叫什么人 不见得 对不对 所以shout 就是指那个大声的叫出来的那个声音 shout OK 所以这个shout有一定的情绪吗 不一定 它反正就是大叫 OK 它不一定生气 不一定高兴 不一定什么东西 OK 有没有问题 所以shout OK shout 跟shout 跟这些最不一样 shout 就是大声一吼 大声一叫 这个叫shout 后面不用盖什么 呃 冰语 是吧 直接shout 就行 对 没有错 没有错 OK 这个没有问题 OK 好 OK shout 好 那cry out 跟call on OK cry out 跟call on 这两个是什么 有什么差别在 这个不明白 因为它两个都可以跟互叫的对象 OK 好 call out 是叫什么东西 老师 这个call on 就不是大声叫 那个shout 是大声叫 笑是大声叫 笑是非常大声叫 cry out 在这三个字 三个词里面 cry out 是最有情绪特色的 cry out 是他心里面要 他绝对心里面有 有这种 心里面的色彩 心里面的决定 他控制不住了 比较情绪化的 OK 比如说他 呃 他掉到地上 从上面 叠下来的时候 他就cry out in pain 他就大声的哭 他的 求他的痛苦 OK 哭嚷 他的痛苦 这个是cry out 所以这个cry out 有带有情绪化的色彩 OK 在我们圣经里翻译做 求告 这个求告是 这个求告是 有情绪上的色彩 他们已经 比如说以色列人 每每都是遇到 不行了 靠自己不行了 他们求告神 神啊 你一定要帮助 我们现在已经不行了 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已经控制不住 那个心态了 叫cry out 有没有问题 像以色列人在埃及 受痛苦 他发出的也是cry out 对 没有错 所以他每每都是他们在 已经自己靠自己是没办法的时候 所以就来这么一下子 所以这个是有情绪化 就是已经 濒临这种很很严重的情况 他们靠自己不行的时候 一定来个cry out OK 这个有没有问题 那明白了 这个词就是说是 无法控制的时候 然后搭到这个词上 不记得喊出来的时候 是 没有错 所以 这三个里头 最有情绪化 情绪化色彩 最重的就是cry out 就是濒临绝境 或自己已经靠自己 没办法 你要cry out shall 只是形容那个 河东失口 也可以是笑 OK 我痛苦的 我也可以笑一下 OK 我对着什么大喊一声 滚出来 这个也是笑 OK 所以 只是形容他那个动作本身是很大声 这个叫笑 大吼一声 至于他为什么吼 为什么呢 没关系 OK 那个不重要 但是cry out呢 那个求告呢 基本上是人在绝望 或者是已经非常需要帮助的时候 所以最有心理的色彩 情绪化的色彩 OK 好 call down呢 就不一样 call down 其实基本上这个字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比如说你 你call down somebody 你可以说call down后面加人 可以call down 事情 如果你call down人的话 你说我在号召大家 我现在动员大家 我们村子里的人 通通去呃 去打疫苗 这个call down 我可以用call down OK 号召动员大家 或者是call down somebody 可能是对某件事情 call down什么事情 我要了解某件事情 我要呃 动员什么事情 或者是我要特别的做某件事情 所以这个call down可以用这个 甚至我可以呼吁某个人做某个事情 我call down我们全班的同学 呼吁我们全班的同学 动员我们全班的同学去做某件事情 大家现在要捐钱啊 俄国快打败了 我们要捐钱给俄国 我可以call down 所有中国人call down我们全尊的人 动员大家 呼吁大家 赶紧捐钱 赶紧把人送到俄国去 去给他们当兵 帮他们打仗 这个是call down right call down ok 所以call down不带情绪化色彩 他只是呼吁 号召动员大家 叫call down ok shout就是 河东一失吼 大声一吼 shout ok cry out呢 是最有情绪化色彩 就是自己已经不行了 没办法了 这怎么办呢 ok 我要求告 我要拜托上帝神啊 你帮我们啊 不然我们怎么办呢 人家要灭了我们以色列啊 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你现在看一看他这一句 看一下这个经文 这个经文上说 ok I will call down the name of the Lord 这个 这个call down 他翻作求告 可是这个求告是什么意思呢 他不是cry out 他不是cry out 他的是讲的是说 我要求我 他现在有没有到什么困境 或什么不行了 马上要被人家灭了 有没有到这样 不是 但是我只是呼吁 就好像站出来呼吁 我呼喊我们神的名字 所以跟cry out不一样 cry out是人已经陷入绝境了 现在再不求告的话 我们以色列人要给人家灭掉了 你用cry out call down 就是 我就是叫我们神的名字 就是我 灯高一呼 我就是来呼喊一下 我来叫一下 这个叫call down 笑的是很恐怖的 就是笑有的时候是很粗俗的 河东一失吼 那个叫笑 大声 极大声 这样一吼一喊 这个叫shout 你不要在那里大叫 你这大叫 太丢人了 shout don't shout don't shout 你不要对我大吼大叫 那个是shout 所以这三个问题非常好 call down 这个什么cry out 然后是shout 这三个是不一样的 对 好 老师 谢谢 谢谢 OK 好 好 独播 100点 stinks 终电 吃 我 Russia 估计 我们 里边 re blow 牵ى 中共 这 ורה 里面 在 上